自六月初以来,美国媒体与政界人士联手,如火如荼地推动中国在古巴进行间谍活动这一话题的热议。 尽管中国以清晰明了的事实驳斥了这种无中生有的指控,但这些人仍然固执地改变着论调,执意放大这个毫无实际依据的问题。 然而,他们的动机和意图逐渐显露无遗。 在这场舆论风波的最初阶段,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成为了最初的煽风点火者。 6月20日,该媒体再度炮制了一篇报道,引述了所谓的美国情报官员的话,声称中国和古巴正在谈判建立一座联合军事训练设施,并且这一谈判已经进入了决定性的阶段。 这些官员不仅大张旗鼓地声称该设施可能被用于窃取美国情报,而且还进一步炒作说该设施为中国在古巴驻军提供了可能性。 然而,他们随后又含糊其次地补充说,这些情报看似令人信服,但其实并不完整,并因此得出了一种模棱两可的结论,声称还为时过早。 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0日的回应中表示,他对所谓的情报一无所知。 他强调,希望各方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增进互信,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等更有意义的事务上,而非在这种毫无根据的猜测与炒作中浪费时间和资源。 根据多位现任及退休美国情报官员的陈述,中国和古巴正在筹划的军事设施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在岛国持续部署军队的平台。 这一设施也可能加强中国对美国的情报收集能力。 这些官员随后大肆宣扬,污名化中国在海外设立军事基地的行为,指称中国和古巴已经在古巴境内联合设立了四个窃听站,并在2019年对该国的情报收集设施进行了升级。 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透露,关于新建军事设施的谈判已经进入尾声,但尚未完全敲定。 美国政府已经与古巴官员取得联系,试图阻止这一谈判的最终成果。 从2023年一时至今,美国政界上演了一系列狗血剧,从所谓的气球事件再到炒作涉及台湾和南海的议题,无疑不在计划中美紧张关系。 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称,中国将其在古巴的行动视为对美国对台政策的回应。 台湾岛离中国大陆大约100英里,约160公里,这与古巴距离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距离大致相等。 在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调之后,这些匿名又试图进行一番狡辩。 他们向华尔街日报表示,这些情报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并不全面完整。 此外,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拥有数十个军事基地,驻军人数至少有35万,而中国在拉丁美洲并未部署作战部队。 一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情报部门一直在深入分析和评估中国扩大其全球影响力的各种行动,但是,他强调,现在下定论并说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扩大仍然过于草率。 另外,另一位至情官员则断言,任何中国与古巴之间的安全协调增强行动都将会步履蹒跚,原因在于受到美国严格制裁的古巴有足够的理由谨慎行事,避免做出可能进一步触怒美国的行为。 值得深思的是,华尔街日报,在6月9日首次报道中国在古巴进行所谓的间谍活动以来,美国的媒体和政治圈子,以及一些议员开始了一场联合的大肆炒作,他们为了凸显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甚至多次更换说辞。 最开始的时候,包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华尔街日报在内的一些美国主流媒体相继引述匿名消息来源,宣称中国与古巴已经达成秘密协议,并将在当地建设所谓的间谍基地。 然而,这些报道很快就被美国和古巴的官方否认。白宫明确指出这些报道并不准确,而古巴的副外长更是直接指责这些报道完全是虚假的,毫无依据。 这无疑对那些恶意炒作的媒体和政客形成了沉重的打击,也为公众揭示了他们的真实面目。 几天之后,美国政府的官员们再次为他们的说法提供新的依据。 他们坚称,中国在古巴进行了长期的间谍活动,并声称这种活动从2019年开始显著升级,尤其在情报收集设施的建设方面。 这种陈述并不仅仅是个别官员的观点,甚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6月12日也公开对此事进行了炒作他自豪的宣称,拜登政府通过各种外交手段成功地抑制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间谍活动扩张。 同日,白宫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称中国正试图在古巴以及西半球的其他地方进行间谍活动,并表示美国已经向古巴表达了他们的担忧。 对此,古巴外交部长在推特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强烈反驳了这些说法。 他表示,美国国务卿关于中国在古巴设有间谍基地的言论完全是一种虚假的陈述。 古巴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些指责毫无根据。 然而,美国的指责并没有因此而停止。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结束了对中国访问的布林肯在6月19日和2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提到了这个问题。 他强调,中国在古巴的行动令人担忧,美方对这些设施可能转变为军事基地的可能性感到忧虑。 在美国制造出中国策划海外军事基地的议题几乎成为常态。 然而让我们仔细审视事实,我们会发现,真正痴迷于扩展军事力量,提高战斗力,无视一切后果的维护全球霸权,对世界和平和区域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的国家,无疑是美国。 当我们回头看美国的海外军事存在,就会明白这个问题,这是一个无需争议的事实。 这位美国记者兼普利策奖德主席摩赫什在去年的媒体采访中引用了一组震撼人心的数字,我们,美国,在全球维持了约800个海外军事基地,为此投入了惊人的金钱。 他反问道,那么,在全球范围内,真正的麻烦制造者是谁? 在他看来,答案显然指向了美国自己。 确实,如果你查阅最近的研究报告,你会发现这一事实被再次印证。 根据美国昆西智库负责的治国研究会2021年发布的数据,美国在全球8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750个军事基地。 这个数字几乎是美国在全球的使领馆和使团数量的三倍。 这些军事基地遍布亚洲、欧洲、中东、非洲、纳美等各个地区,每年运行成本高达550亿美元。 而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这些海外基地中,有约400个市住有200名以上军事人员的大型基地。 所以,当我们面对关于海外军事基地的问题时,我们需要透过表面看到真相。 中国可能正在考虑自己的军事扩张,但在全球范围内,现在主导这个议题的无疑是美国。 关于美国近期高度关注的主题,中国在古巴从事间谍活动,我们的立场已经明确且坚定地予以反驳。 我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对此表态,他对于美国政府及媒体在短时间内散播了一系列相互矛盾的信息,再次塑造了美国自我否定的荒诞剧情。 汪文斌尖锐地指出,虚假的言论无法成为真理,真实的事实无法被掩饰。 无论美国如何操纵信息,污蔑污名,都不能破坏中国与古巴之间的深厚友情,这份友谊是建立在真诚互助之上的。 同时,美国这种挑剔的行为也无法掩盖其对全球各国进行大规模无差别窃听和秘密获取信息的不良行为。